万万没想到杰瑞在对抗路的至暗版本 能凭着极致手法超越昆神登顶巅峰第一 就连招派英雄花木兰的最新战力都领先国二三千五百分左右 以前和杰瑞旗鼓相当的木兰绝火哥 不是转战于其他强势的边路英雄 就是转到其他分路接受新的挑战 只剩下杰瑞坚守着信仰 最终成为前国十唯一的边路玩家 要知道当前版本木兰强度并不是很突出 四级前能兑现的边路英雄很少 高分段的玩家基本偏向于大斯密亚连 但有着极致手法的杰瑞就是喜欢逆着版本上分 在挑战赛七胜一步的前提下果断开启巅峰第一站 面对职业选手江城的孙上香以及状态不佳的中上两步 杰瑞带着裴琴虎牢牢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 最后一波杰瑞二一闪开团配合孙并两掉江城 直接将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用实力征服了直播间的观众 也打碎了亲帝小七等玩家的质疑 得知消息的韩寒投射出羡慕的眼神 或许那一刻他看到了曾经无所不能的自己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新的天才少年开始崭露头角